孩子,快,快跟爸爸走,这里不安全了 爸爸,爸爸,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爸爸有事情要处理,但是在此之前,我要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里的人可以保护你 孩子,去吧,勇敢一点,我相信这里的人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爸爸,你要注意安全,爸爸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赛罗看你后面,好像是贝利亚的儿子 放心吧,你爸爸一定会没事的,贝小黑你不要太担心 赛罗叔叔,你可以保护我吗 当然可以,我们奥特曼是保护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我的爸爸在哪里呢,你一定要安全回来呀 此时的小贝利亚还不知道,当天他父亲带领的怪兽军团被一股未知能量全部带走了 留下他父亲也受伤倒地不起 看着伤心的贝小黑,小赛罗不忍心,决定帮帮帮他 赛罗爸爸,你帮帮贝小黑找找他爸爸吧 他这样,伤心我也好难过 看着懂事的小赛罗,赛罗决定带贝小黑去寻找他的爸爸 可是没想到,当找到贝利亚的时候,贝利亚已经重伤倒地 爸爸,你怎么编成这样了,我要怎么样才能救你 贝小黑,我们来帮你 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只要有足够的光注入你爸爸 你爸爸的伤就能治疗好 没错,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再加上相信光的小朋友 一定可以收集到足够的光的 就在此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光涌向了贝利亚的体内 原来是大家收到了贝小黑的祈祷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的孩子 还帮助我恢复了正常 爸爸爸爸,还有小朋友们呢 哦,对对对,谢谢小朋友们,你们是棒棒的 谢谢大家